买入是要读到第几列 那一般这个地方我是在第三列 那基本上我程式 第一个先把B3到D7的范围先删除 为什么因为如果有旧资料 我先把它做删除 接下来我要怎么读取 特别是要读取 以后当然如果说你对那个写程式 不是很感兴趣 以后拿来参考就好 copy贴上就可以了 那读取的部分的话就是set 这个地方就是上面是宣告 那下面的话呢 就是真的建立这个实体的物件 这个物件呢 new一个什么呢 真的去产生一个 这个MS这个元件 把它实体化 那实体化才可以去利用 这一个物件去怎么样 去读取这个XM的档案 利用它 这些有点抽象 它主要是物件导向 它就是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 被实体化之后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可以漏 有没有 它有个方法叫漏 漏就是窄路 窄路什么 窄路我们现在的同样路径底下 有没有 里面呢 会底下会有个根目 底下会有个XM的档案 我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再做set set什么 set tmp的node 这个就是我的节点 那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XM里面有个概念 就是节点 那节点部分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可以什么 收折 有没有 那收折里面呢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 那我必须先把这个节点 放到第一个 让它一直往下读 读到没有之后就跳开了 那就等于是怎么样 把所有里面的资料通通读进来的意思 那读的方法 特别之后 第一个就是 先从什么呢 first child 就是从第一个开始读取 那读取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从第几列开始 那因为我希望 从第三列 把它读到第三列 对不对 那特别之后 底下这个我想应该 各位 有一点概念 因为前面我又讲过 那个while when 如果我只有教forness的话 可能你看到这个 就会有一点点头晕的 还好这个有讲过 while when 那while是一个条件 如果当not 不是什么 这个节点 is nothing 所谓节点不是 nothing 就是一直读 读 读到最后没有 就跳开了 所以读进来 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怎么样呢 放在第三列 有没有 这个my role 就是第三列的第几栏 第二栏 它的里面的点value 这个点value 把它删掉也没关系 然后呢 就取得什么呢 里面有个id.test的资料 帮我读进来 然后呢 商品名称 读进来 价格读进来 最后特别注意 my role必须加1 因为我要换到下一列 有没有 这个概念上 之前我们的翻译也有讲到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特别注意set 这个节点怎么样呢 要往下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往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就一个一个节 等到没有的话 就跳开了 所以呢 如果我现在执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它执行起来 你会发现呢 在外部的XM的档案 就被我全部 通通都怎么样呢 都载入进来了 有没有 那顺便给各位练习一下 这边有个商品清单 商品清单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商品清单 对不对 请各位 也把它按右键 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里面呢 有这些资料 请你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也是这样 读到下面 从第十列 把它通通读进来 那里面有哪一些呢 ID 有一个ID 对不对 然后商品ID 商品名称 商品单价 里面现在是 里面是空的 应该里面有资料 应该是这个 你们就把那个商品清单 开起来看一下 我刚刚好像有 有把它动到 OK 试试看好了 把这稍微了解一下 如何从外部读取 一个XML的档案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